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播出两季且广受好评的真正男子汉 时隔五年也将重磅回归 新的一季更名为烈火雄星 将以关于志愿者消防员的成长记录为主题 让人十分期待 真正男子汉是由湖南卫视引进的韩国综艺 真正的男人改编而成的国防教育特别节目 第一季于2015年首播 分为固定嘉宾和特别嘉宾 邀请不同年龄段的明星 深入部队体验军旅生活 第二季还加入了女兵环节 笑点与泪点都有 一经播出收视率大增 而这次新的节目单发布之后 据女妖嘉宾邀请名单立刻是引发了热议 和之前一样的是 这次嘉宾分为男嘉宾和女嘉宾两组 女嘉宾分别有沈梦辰 金晨 杨子 谭松韵 赵露思 男嘉宾有张艺兴 王一博 刘浩然 王宝强 邓伦 李一峰 允正 赵文卓 先来说说女嘉宾 沈梦辰作为第二季的常铸嘉宾 此前已经体验过军旅生活的不易 这次身份转变 她将体验志愿消防员的生活 不知道她是否会有新的感受 在参加《真正男子汉2》之前的沈梦辰 观众缘并不好 在各种节目给自己加戏 挨出风头 但是自从参加这个综艺之后 观众对她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认为她不做作 重情重义 许多人甚至是鹿卷粉 近几个月的沈梦辰 因为和男友杜海淘的恋情风波 屡屡登上热搜 说起金晨 十年前她作为舞蹈演员 进入了娱乐圈中 因为靓丽的外表和她精湛的演技 吸引了许多人的喜欢 但一直处于不闻不活的状态 近两年凭借在舞蹈风暴 和乘风破浪的姐姐中 惊艳的舞蹈让大家再次认识了她 十年如一日的自律 让许多人惊叹 金晨还以导师的身份 参加了综艺《舞蹈生》 时隔多年再跳花儿 依然恶挪多姿 让网友感叹轻回 相信这次参加烈火雄星 她也可以在艰苦的消防员训练中 坚持下来 表现出色 取得更多人的喜欢 杨子作为童星出道 多年来一直活跃在娱乐圈 作为演员 演技精湛 得到观众一针好评 也是各大综艺经常邀请的嘉宾 综艺感十足 最近的她的新剧 《女星礼食》 微波鲜火 备受关注 这次真正男子汉 请她作为嘉宾 一定是话题不断 期待她带给观众的惊喜 谭颂韵自出道以来 一直专注于自身演技的沉淀 积累 国民度很高 很少参加综艺 之前多部电视剧 基本上都是微波鲜火 演技精湛 很受观众喜爱 赵露丝 作为九五后心境小花 去年因为传闻中的陈千千而大火 但是除了刚出道的综艺 火星情报局 她几乎是没有参加任何综艺的 不知道这次参加真正男子汉 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 期待她的表现 再来说说男嘉宾 平时关注娱乐圈的大家也都知道 王一博作为顶流 话题量和流量自然不用多说 这次节目邀请她 必然会引发新的话题热度 带给观众许多惊喜 最近的她有两部电视剧开拍 风起洛阳和冰与火 其中冰与火是一部刑侦剧 这是她首次挑战刑侦剧题材 此前因为路透警服造型 登上过热搜榜售 话题阅读量达到了2.4亿 足以可见她是有多么的受观众喜爱 对于这部剧的关注度有多高 这次参加真正男子汉体验 志愿消防员的体验生活 不知道会给她带来怎样的体验 观众又对她有怎样的认识呢 根据曝光名单 张一新也在其中 她最近几年不论是作为歌手 还是演员 实力都很强劲 仅看她今年在歌曲方面新歌飞天播放量破译 传播至海内外 演员方面今年主演的扫黑风暴好评如潮 相比前几年演技有着质的飞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湖南卫视官宣的新片单中 她参与的综艺节目就有四个 这是之前几乎没有的 足以可见她的实力和人气 也有其他电视台和网络视频 邀请她作为综艺嘉宾 不知道她是否可以参加真正男子汉三的录制呢 坐等官宣 刘浩然 王宝强作为第一季的嘉宾 他们俩这次回归必然也是热点之一 第一季中的刘浩然还是一个17岁的男孩 虽然是参加综艺 但这次在军营中历练 让她意志力得到了很大的磨炼 许多人也是在这个节目中被刘浩然捐粉 喜欢上了这个乐观开朗 坚毅的男孩 刘浩然主要集中于演技钻研方面 这次参加综艺 她也算是老人 相信她一定会有出色的表现 王宝强更是不用说 她一贯一搞笑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深受观众喜爱 作为节目老人 综艺感也有 节目中的表现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再说到李一峰和邓伦 这两位都是演员新生 在演技方面不用说 从出道到现在也是踏踏实实 雕琢演技 积累粉丝 李一峰最近也是一直在禁组拍戏 前几天还被网友拍到 她与张艺兴偶遇 两人挥手告别 但却上了同一辆车 也是十足的搞笑 这次她和好朋友张艺兴一同参加节目 不知道两个人又会呈现怎样的笑点和精彩 邓伦今年参加的综艺节目也是不少 极限挑战 密室大逃脱等 当观众一改对她高冷的印象变成了呆萌 最近她和妮妮合作的新剧 《燕底人》正在拍摄 此前路透图一身民国伴向 网友们纷纷评价拿捏住了 相比于她参加的综艺 这次的真正男子汉算是对耐力和智慧的大考验 不知道这些她会有怎样的表现 网友讨论热度很高 期待她的参与 尹正赵文卓可以算是这次嘉宾的年龄较大的一组了 和往期节目的男嘉宾年龄设置基本相同 两个人作为老演员 对于年轻的观众来说可能是不太熟悉的 但是她们刚刚参加完披荆斩棘的哥哥节目录制 两个优秀的唱跳能力被观众称为全能艺人 可以看出热度依旧 观众们对她们的期待完全不说其他艺人 第三季全新企划大热流量艺人将参与 可是第二季之后 因为疫情和国家不允许军队过于娱乐化的规定之后 该节目就停播了 时隔五年 芒果台宣布即将重启这档节目 但全新的企划是消防题材 叫做烈火雄星 聚焦网友们最想看的蓝朋友 除此以外 节目的制作角度也会有所变化 在该节目的招呼认会上 我们看到节目的李耀嘉宾中 步伐有张艺兴 邓伦 王一博 刘浩然等高人气男星 也许在之前我们会觉得 这样的阵容根本不可能 但在当今的大环境下 这一类的印含综艺 更能够响应国家的号召 参加此类型的综艺 对于艺人自身的发展而言 也是很好相处的 这段节目凸显了年轻人 去部队体验的正能量 甚至当初还被国家广电总局 点名表扬了 而且新一季节目 还将首次打开女星视角 你邀杨子 谭松韵 赵露丝等女星 你期待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格超能力 敬请关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